《曹操》 因此父子之间也是隔阂很深 这个女人就是文昭真皇后 也称作真夫人 她不但文采出众 而且也是天生励志 她原本是袁绍的儿媳妇 但是在曹操打败袁绍之后 随曹操一起的曹丕 对真事也是一见钟情 不可自拔 这同时 曹操也被这位容貌和风采 俱佳的真事所倾倒 可是曹丕行动迅速 很快的就把真事纳为小妾 而曹操也只能独自生闷气了 甚至想杀了曹丕 果然在曹操死后 曹丕开始了报复的行为 她首先做的就是 把曹操的所有女人 全部收入了自己的后宫 这一有备人伦的做法 不但招致了大臣和百姓们的不满 也让曹丕的母亲 大骂曹丕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行径 根据卫书记载 真事曾对曹丕的心从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曹丕知道了十分震怒 随后便对其百般虐待 最后又下了招书 赐以毒酒令他自杀 真事不喝毒酒 曹丕就用康塞于其口 趁其揣戏之时 强行灌下毒酒将其害死 在古代对于三纲五常 人们还是极为重视的 曹丕将父亲妻妾 纳入自己的后宫 已经有违伦理 不仅如此 还残忍杀害了不少人 职位图一时之快 却智伦理道德与不顾 不知这样的人 又如何来管理天下呢 让在九泉之下的曹操 会做何感想 亚别挺将来的 小二的 红手 还六